雖然選舉已經結束 不過拿下安樂區市議員最高票6527票的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林沛翔 服務不停歇 無縫接軌 仍然持續到台北南港展覽館 關心基隆通勤族的各項問題 為大家服務不敢懈怠 離選舉已經結束差不多一個多禮拜了吧 那沛翔還是在這邊 來跟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陪他們等車 大車 因為通勤族不是只有選舉的時候才存在 而是這是我們基隆最精華的人力 那沛翔感謝我們通勤族的好朋友的支持 所以來這邊算是個謝票的行程 從選舉之後一個禮拜 那一直到今天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很直接的 通勤族所遇到的困境跟問題 不是只有選舉的時候才會被人家注意 而是不停的存在的 像是9026路線跟班次的改變 1815班次的不足跟跳蛙 時常會有拖班的狀況 那這些都是沛翔人 我們在第一線所觀察到的 而沛翔也只有在第一線 跟我們好朋友一起面對這個事情 才能知道問題的所在 聽取民意 解決問題 林沛翔也懷著感恩的心謝票 感謝大家對他過去四年來 各項服務的肯定 讓他有機會可以繼續為通勤族 和市民朋友來服務 監督市政努力打拼 記者 吳俊松 吉隆報導 請問到那邊 請問到我們 祝大家經驅見 請問到嗎 請問到我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